这两天天天经过这个巴黎贝田 真的是把我给诱惑的 就看看吧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感觉我一定要买点 还不错 还蛮多的 但是说实话仔细一看 真想要吃的也不多 这个还不错 赞它 看起来肯定有辣椒 好吧 好吧 就这两个 最关键是挺热闹的 生意很好 它就会有一种 给你一种吸引力 你就会去看看 买了 上个房间吧 8块多钱 其实挺贵的 它最便宜都是3块多 有些很小的东西都要4块多 普遍是一般都是4块多 如果你买好几件的话 就还是蛮贵的 我觉得它这个形象和装修 各方面定位都做得挺好 其实它这些面包在华人的面包店都有 但华人的面包店相对来说也便宜一点点 然后但是装修啊这些东西就没有做得很好 我唯一跟它稍微有点靠近比较的话是85度C 但它是做得就更加高档一点了 名字法国贝田 法国面包 觉得比较 看起来以为是法国的公司 其实是韩国公司嘛 营销做得还是挺好的 我在前面一个女生她买了7个东西 就花了30多美金 以前我在中国记得 那当然是那是10年前的事情 在10年前买也觉得蛮贵 买比这个7件要多 大概可能会八九件东西吧 要80人民币也觉得挺贵了 算起来也是要10美金 做面包还生意还蛮好的 做生意像这样一个就卖4块钱3块钱 这个是最便宜的3块多 我刚才看了一圈 我觉得我最想吃的是这个 我最想吃的是这个 挺好看的 这个 可能会掉东西 所以我装了 这个东西4块多 看一看 其实差不多 华人的面包店也有这么多花样 老美的面包店呢 就是相对简单一点嘛 然后甜 要不然没有味道 要不然很甜 所以的话 不太适合华人 然后这个的话 它虽然不是 它是韩国人 可能也结合了亚洲人的 一些这种思维和这种习惯 但它做的花样比较多 相对来说也相对白恩的面包店 可能也不算滚 那它就营销又做得好 装修又做得好 所以它生意特别好 所以它就 生意还挺好吸引了 不仅仅是亚裔 然后白恩啊 其他主义的都挺多的 特别是它选地点 我觉得它选址选得很好 因为好像它的店一般都不差 位置都不差 所以这是很关键 酒店里面免费的咖啡 今天没去那个 妹吃中餐 是因为想换一换口味 因为实在它因为生意太好 人太多是觉得有吸引力 想去买一点东西去看一看啊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可能这个 我明天我也不一定会去买 我坐在这前面的风景还挺好的 前面是公园嘛 然后在前面就是博物馆 然后待会我们就要去那里拍摄 我们实验室的产品就在那边 前天晚上 7月4号的时候 那边也是打的灯很漂亮 有烟花在那边 听到吗 大家听到这个赛车的声音吗 我以为是明天了 今天其实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这边看不见 但能听得见 哦 我看到了 还是真的有经过 哎你看很快 哎看到没有很快的 对对对对 就那 就只能看到一个车顶 然后这些全是你看 为这个赛车这个活动啊 提供服务的一些trailer啊 这些 尔尔看到的那里有看到吗 看到一点点 哇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如果有对着这边的窗的话 可能也能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室的那个 博物馆 看到一点 哇在外面会更响更吵 这个好像就是我昨天放的那个视频的那个拐弯的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 赛车的那种引擎的声音 我们从这里走过去 走个天桥 应该有两个天桥 一个是公路 一个是铁路的天桥 然后好像那个赛道就是天桥下面 看看能不能看到 哦 是 这个就是 有点像 纽约的第五大道一样的 这个 很著名的雕塑 我们的 location 就是那个博物馆 就在前面 走过去很近 13分钟走路 过天桥 我还以为这个车会从这里过去了 这样的话就能看到 不是的 是在那边 哇 哇 这个桥就是很好的一个景色 啊 我们 啊 那是一个 体育场 那是个体育场 然后 那个博物馆在那 我待会去那里 然后这里你看 多好的景色 哇 芝加哥的天际线 我第一年来的时候 我坐过这个轻轨 啊 这边是往南嘛 这边是往北 就到市中心 啊 这里走过 Museum 啊 这就是一个车站 啊 其实来这里交通还挺方便的 我觉得比RA要方便很多 我们的酒店就在这里 那个就是我们的酒店 就是这个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听到赛车的声音没有 去看看哪里能看到 哦 真的啊 看 听得见看不见 Norsca 哇好响啊 好响 快乐 哇 哇 哇 听到没有 车全是在这上面过去 吵死了 好响啊 就是看不见 呼 哇 哇 就在上面 哇 好响啊 哇 好响啊 哇 好响啊 哇 哇 哇 里面有大屏幕 我们只能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我们是对搜封的声音 因为如果我们太轻巧了 我们到这儿有相줘 有没有 ako是为了 那厚啊 Operation 这声 就是受於一下 正变得很想法 看到飞的水管 很难避免 就会那个听不到吧 会也会很吵的 又是另外一个天桥 车都在上面 我已经到了这个Museum 这个Field Museum 待会要进去 我还不知道从哪里进去 先走到前面再看 你看这个声音多响 可能说话都听不见了 我发现我走错了门 待会要转过去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先到这吧 下一期视频 我们讲我们进去拍摄的情况 欢迎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